第六题 关于测量的叙述下列哪一个选项错误 A 凡测量一定有误差是对的 B 估计值能有一位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了 我们只有一位估计值 诸说估计值可能因人而已 这当然也是对的 那么选项C说 求平均值时 小数点后面保留的位数越多 越接近准确值 这个当然是错的 这个细节要谈到所谓的有效位数 我们国中现在不教 但各位从我们的估计值只有一位 就晓得并不是保留越多就会越准 所以第六题 我们说关于测量的叙述下列哪一个选项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求平均值时 小数点后面保留的位数越多 越接近准确值